同学,我们今天就继续讲围绕定理 我们在讲前面讲,我们讲过第一阶跟第二阶的修正项 然后我们在讲第一阶跟第二阶修正项的时候 我们说父母是两个能量的差 所以两个能量如果一样的话,围绕定理就不能用了 在这情况下,这就是我们底下有讨论的前写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原子的例子 我们再复习一下原子 我们在讲围绕定理的时候 我们用的N号,这是编号 编号是从1开始编起 是NLM 我们可以这样编 一零零,然后二零零 然后再过来是二一负一 然后二一零 二一一 然后二...对不起 三零零 三一负一 OK 我们这是原子的轨道量子数的号码 这是主量子数 然后角动量 然后在Z方向分量 我们再把能量写出来 正能量,对不对 那能量是NL 我们看这等多少 -13.6 假如是氢原子的话 对 然后这个呢 多少 对 13.6 除以4 EV 这个也是一样 13.6 所以这四个 这四个状态的能量是一样的 相同能量 对不对 因为它的相同能量 所以我们当处理这边 这四个状态的 我们要用围绕定义来处理 这四个状态 就不能用了 因为它的能量怎么样 它跟不同状态之内的能量是一样的 所以不能用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这一节要讲的 我们再讲这一节 我们先重新编号 我们重新编号 我们这样编号 这还是一样的 但这四个 这四个我们这样编号 2 1 2 2 2 3 4 这样可以了没有 那往这边 3 然后4 我们往下编 其实这N个来讲 应该这样编的 这是3 然后1 3 2 然后一直往下编 这样回来吗 OK 所以我们底下要讲 就开始用这一组编号 有没有问题 我们开始用这一组编号 那我们现在 如果 我们现在目标 搞好之后是 只有处理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还是这样编 我们还是把这样编 我们还是把这样编 我们不考虑其他的 只考虑这四个 我们只考虑这四个 这个属于其他的 ok 有没有问题 只有我讲的意思了 ok 然后我们 所以底下我们就这样用了 所以我还是这样编 好了 ok 我把这个解释一下 这个N 就相当于左边那个2 就这一排的 这个2 我这样 这个N 这个N 是2 ok ok 就是这 这样的 然后这边的K 这K不等N K可以从他一组 K可以是2 对不对 所以这边包括K等3 K等3 是这个 我猜谁在这边 这样回来没有 那这边Z Z就是指这个Z 这边1 2 然后往下 这样回来吗 好 那这边的I呢 I这边是指从 从 1 2 3 4 这样清楚了没有 对 那如果是K等1的话 K等1的话 这边就只有一个而已 这边K不等2 对不对 如果K等1 K等1是这个 是这1 有没有问题 好 那这时候Z Z Z就只有一个 那K等3呢 K等3 Z从答应到哪里 那我们来 我们确定一下你们 有没有清楚 K等1Z等1 1 K等3 K等3 Z从哪里到哪里 1到哪里 如果K等3在这里 K等3 就N等3的 N等3 1 总共有几个 1 对9个没有错 所以1到9 这样清楚 这样清楚 这个公司在写的意思 这样清楚了没有 知道这个公司的意思了 就是我们把相同一组 把它并在一起 把它写在一起 这相同一组 还有没有问题 K等1在这里 这边 K不等2 可以等1 对不对 不是把2都拿出来 2并到这边来 2的写在这边 这边是其他所有的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都不讲话 所以我们 这个公司清楚了 底下我们就造这个公司 这是我们 必须的破函数 晓不晓为什么这样写 晓不晓这些 为什么要并在一起 就是我们要 我们这组要重新怎么样 重新组合 这边是原先的 这边原先有4个破函数 对不对 这边有4个破函数 但它是因为减病 它能量一样 它能量一样 我们不能用围绕定理 所以我们要 这4个要重新组合 组合 让它不会有发生相同的 能量相同的问题 相信什么 所以我们先把它怎么样 其实等于先把它 取它这4个中间的 Igon value OK 那我们看怎么做 然后我们带 should initial equation 我们带should initial equation 我们就得到 这是一次方向 叫lambda的一次方向 OK 这是lambda lambda一次方向 是这个 你带should initial equation 把这个带进去 对不对 那你只取那lambda一次方向 就得到这次 都抄好没有 好 好 那我们再 我们乘上这个函数 好 我们乘上这个函数 好 好 然后乘上函数 然后再做积分 我们就得到 对 我们就得到这个函数 得到这个方向 这 你们应该自己做 应该没问题了 好 就乘上右边 乘上这个 右边那边 然后再做积分 然后再把orsogonality 带orsogonality 就得到这 然后这个数字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这数字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我们目的是 我们要复习 我们目的是要解什么 对 我目的是要解那个 我们要做DJ的能量修正项 我们要做DJ的能量修正项 换个DJ的能量修正项 换个DJ的能量修正项 那这告诉我们 这能不能解 我换句另外方式问 怎么样把这个解出来 不要忘了 这是一种连利方式 这是已知的 这会是已知 这破环式是已知的 这破环式是已知的 海米通年围绕的海米通年 这也是已知的 所以这是可以积分的 这样不会吧 这是可以算出来的 我用一个符号来简写好了 我用H好了 好 这是可以算出来的 先算出来 好 这可以先积分嘛 我刚刚讲过 这还是已知 这还是已知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嘛 这问题让我们已经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是可以先积分出来的 所以这是已知的 可以先算出来 OK 所以这四子变成这样 这四子变成这样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四子变成这样 那这是一种连利方式 我把它写出来的 所以 这是I 所以 J等于1 J等于1 我 J等于这是i 然后 Alpha i 然后 Ei 等于 对不对 J等于的是这样 OK 也就是等于是什么 等于 Alpha 1 然後H1E加上α2 H1E2 對不對 然後 Z等於2 這是 1Nα2等於 α1 然後2E 對不起 Z等於2 寫錯了 那Z等於3 你們自己依詞對推 你們可以自己寫的 那我們先來看 α的物理是什麼 這邊α的物理是什麼 哪個同學告訴我們 α的物理是什麼 那我們看這邊 這像是什麼物理 這是舊的波環數 原先的波環數 這加起來以後變成什麼 線性核 這是線性核 對不對 線性核變成什麼 新的波環數 就是說我們要尋找一個新的波環數 就是整個新的IGF 波環數 那這新的IGF原先的怎麼樣 原先的線性核 那這是展開係數 這樣牽著嗎 對 如果 既然這新的波環數 表示α能不能都全部等於0 α必須有解 這樣牽著嗎 因為它新的波環數 展開係數嘛 所以α不會全部等於0 那我們再複一下 連立方向是 就是線性核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α有非0解 如果α有非0解 必須要怎麼樣子 對 行列是要等於0 就係數的行列是要等 這樣會了嗎 也就是說告訴我們要怎麼樣 H11 H12 H12 這小歐漏掉了一個 就是這行列是要等於0 這樣會了嗎 如果我們這行列是解出來的話 這行列是就是說 1N 要滿足這行列是等於0的話 1N怎麼樣 對 1N就有它特殊解 其實這1N就是什麼 就是i跟Value 這樣會了嗎 所以這1N就是說 我們這行列是i跟Value 那i跟Value解出來以後 你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i跟Value 那i跟Value就是 你把i跟Value帶到這邊來 就新的怎麼樣 就新的i跟Function 有沒有問題 我再把整個過程 把整個過程我重新講一次 就是我重新怎麼樣 重新把 我找一個新的一組 新的一組波凡數 這樣清楚嗎 新的一組波凡數 然後新的波凡數 它的i跟Value就怎麼樣 就不再相等了 原先 原先不是 原先這四個狀態 就是N等於2 就是主量子數等於2的四個狀態 不是能量都一樣嗎 對不對 那我經過這個 我現在找一個新的怎麼樣 找一個新的組合 找個新的波凡數 新的一組波凡數 然後讓它的i跟Value就不再怎麼樣 不再相等了 同時呢 這新的波凡是彼此之間怎麼樣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是Orsovonal的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解決掉怎麼樣 解決掉能量相等的那個問題 我這樣講清楚 你們要有反應我才知道 就是我們在找一個新的 重新組合波凡數 讓這支新的波凡數 做對應的能量怎麼樣 就不再相等了 對 這支新的波凡數 然後這是i跟Value 你只要把i跟Value帶進來的話 那是前面那個 蛤 我們有 對啊 我們有四個解啊 所以這邊就變成有四個啊 有不同 我這樣寫好了 這邊 z 有沒有問題 這z是對應新的解 我們等一下舉個例子 我們等一下舉個例子 就比較清楚了 ok 好 那底下我們舉那個 就只有兩個 我們剛剛有那個 假如是原子的話有四個嘛 我們現在舉一個兩個做例子 比較簡單啦 ok 好 我們現在舉一個 底下也只有兩個 不錯 那我們把這邊 這邊是 我們只展開到二而已 所以我們就得到哪一個 我們就得到那個 這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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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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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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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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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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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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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看下看 那這是新的怎麼樣 你們先抄再說了 這邊沒有1 這邊是正號 正是指這正的 負是指這負的 多抄好沒有 那這兩個新的能量以後呢 我們可以 我們就要解 解IgonVeter 怎麼解 帶到這個式子來 帶到這個也可以 把新的Igon帶進來 所以我們有兩組解 我們稍微解一下好了 然後我們怎樣看 第一個 等這個對不對 然後 我們把它帶到 右邊那個式子 我們就知道 那個 就是 en 然後 plus e alpha h11-9 對不對我們帶到這個式子來 那這次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這已經我們已經解出來了 這已經解出來了對不對 這也是已知的 所以告訴我們什麼 跟alpha2等多少 負的多少 負的多少 1 減掉 alpha1 對不起 h12 寫錯了 負的 h12 然後上面是 ok 我們就得到這 別忘了這都是已知的 我們就能解出來了 這是已知的 這是已知的 我們得到這個比例 那下一步怎麼 所以我們就得到怎麼樣 得到 n 然後 我寫一個plus了 等於alpha1 r1 加上n 然後 r1 提出來 減掉 這新的破環數 這樣會了嗎 ok 那r1 怎麼得到r1 r1 對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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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了嗎 所以我們這r1 這個新的破環數 我們已經知道了 有沒有問題 好 那第二個我們再解另外一個 第二個解釋是 這是minus 這樣會了嗎 那minus 你就得到怎麼樣 得到第二個破環數了 那你看 現在新的破環數的能量是 能量一不一樣 這能量就不一樣 這樣前什麼 能量不一樣 就沒有原先的那個什麼 原先那個 原先那個 那個父母等於0的問題了 這樣前什麼 新的這兩個破環數 你要這樣 蛤 是 領得到一個 症 對 就是說 我們目的是 因為原先我們如果用 那個 用圍繞定理的話 對不對 父母是能量差嗎 對 那能量差你如果能量等於0的話 我們就不能用了嘛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下 我們 我們就要利用這個 先用這個步驟 讓它能量怎麼樣 重新 重新組合新的破環數 重新組合新的破環數 讓它能量怎麼樣 讓它能量不一樣 這樣會了嗎 對齁 還有沒有問題 好 那能量不一樣以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怎麼樣 繼續用原先的圍繞定理了 OK 同學還有沒有問題 OK 好 那這邊我是用那個 用那個兩個 兩個破環 用那個 兩個破環數 兩個破環數 兩個選平台做例子的 那我們做原子那個問題呢 變成怎麼樣 我們剛剛原子那個問題 變成有四個 四個態 不過四個當然 還是 應該還是可以 四個還是可以解 就解這個行列式 對不對 這是二乘二很容易解 三乘三會不會解 三乘三還容易解 四乘四還是可以 但不要已經很麻煩了 就是了 OK好 OK 到這步有沒有問題 到這步有沒有問題